好来关注台湾第一面的巴黎奥运奖牌呢 确定由定向飞把的射击好手李孟远给拿下了 而他除了为台湾的射击队筛下了奥运史上第一面的这个奖牌之外 他同时也是本届唯一一位晋级决赛的亚洲选手 而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得知他夺铜牌呢 立刻是发文来祝贺 李孟远赛后接受媒体访问啊 他说要先沉淀一段时间 有两个计划必须要赶快落实 包含了减肥还有戒烟 也要想办法提升自己 让他来为国家拿到更好的台 拿着手中的散弹枪锁定目标射击出去 这声音响彻云霄 李孟远传承爸爸的一波 从小就展现对射击的热忱 如今靠着自己的实力出登五环殿堂 更夺下了台湾在奥运史上 双面射击奖牌 我都给你得好辛苦啊 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张力 下去比赛 下去打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技术可言了 就是完全用意志力下去打 头一回真战运动员最高殿堂 不仅决赛设下45分的好成绩 勇夺铜牌 更成功写下台湾涉及奥运的历史 还是这次巴黎奥运 唯一位晋级决赛的亚洲选手 就联总统赖清德 也在社群上恭喜孟远 感谢他为国争光 前面一二名实在是我本身我是觉得实际上确实是还有差一点 对啊 所以我希望我回去之后还能够再跟努力再加强 把自己整体的成绩都再起来 虽然15岁就出征广州亚运获得涉及金铜的美名 但在2023年以及2024年才又获得定上飞把的金牌以及铜牌 这次重新复出站上大舞台还跟设计偶像和考课一起同场较劲 回去还是要不断的一直提升自己啊 对啊 希望以后可以为国家拿更好的牌 时至今日不仅改写涉及历史 为自己的运动生涯摘下寿命奥运奖牌 未来更将持续精进 努力往金牌之路迈进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